常用的界面我们可以去把它定义成一个模板 在需要的地方你可以重复地去使用它 这里我们可以先清理一下 比如这个页面的标题 它就需要一个view组件 里面又包装了一个text的组件 在这个组件的上面绑定了一个class 还有要显示的这个文字 我们可以把它去定义成一个模板 这里我们可以先去创建一个模板文件 把它放在pages的下面 新建一个目录 名字可以是templates 模板文件的名字可以叫header.wxml 定义一个模板 我们先用一组template的标签 上面可以加上一个name属性 去设置一下这个模板的名字 比如我们可以叫它header 这个templates里面包装的中心 就是这个模板的一个具体的内容 这里我们需要用一个view组件 它里面包装一个text的组件 在这个组件上面要添加一个class属性 去绑定一个数据 名字可以叫做class 再绑定一个文字内容 这个数据的名字叫content 这样我们就定义好了一个模板 那么在使用这个模板的时候 你要给模板提供在这个模板里面绑定的这些数据 比如在这个wxml这个页面的视图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去用一下刚才定义的这个模板 这里需要先导入这个模板文件 用一个import导入 在这个src属性里面 我们可以去制定一下模板文件的位置 是在上一期目录的templates的下面 名字是header.wxml 再用一下这个文件里面定义的header这个模板 我们可以去掉这块内容 把它换成一个template 它是一个字关闭的标签 里面添加一个a字属性 去指定一下要使用的那个模板的名字 这里就是header 然后再添加一个data属性 在这里你需要去设置一下这个模板里面 需要的那些数据还有对应的值 这些数据正好在页面的data里面的header里面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一个扩展操作符 把header数据里面的东西扩展出来 然后放在这个模板的data里面 保存一下 页面上仍然会显示一个标题 现在这块界面的结构来自我们定义的一个模板 在其他的地方你可以重复地去使用这个模板 没事 坚持标准 地板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